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加上美中全面的冲突 美国对中国的制裁 以及欧盟开始转变 对中国的一些质疑的声浪 加上加拿大 澳大利亚 对中国也产生了很多的怀疑的态度 以及东南亚国家 虽然跟中国大陆也很紧密的结合 但是也对美国之间 保持若即若即的关系 那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事情 全球围堵 习近平在广东访问 明天要参加深圳经济设计 成立40周年纪念 不过他在广东参加一家 20年前由国际 转为民企的企业里面提到了 要大家 这个要自力更生 是不是外界解读 习近平的这番谈话 是不是要国境民初 那陈贵先生分析到了 这次习近平的谈话 特别提到要创新的 所谓的自力更生 那也就是说 在美国的全面围堵中国的科技 包括在制裁华为 跟中兴国际之后 中美的科技战 演变到是不是要扼杀 中国的科研能力 那所以他要求在广东 在深圳 尤其深圳是 从40年前一个小鱼港 发展到现在40年之后的 一个经济大橱桩 一个在所谓的粤港澳 的一个龙头地位的角色 甚至超越 有可能超越 未来可能超越上海 所以陈贵先生分析到 这个习近平的讲话 基本上在定调深圳 是未来大陆的一个经济橱桩 跟经济引擎动力的 一个发展基地 所以习近平要这个广东的企业 能够未来能够自力更生 能够所谓的走出自己另外一条路 可能跟大陆最近的双循环关系 面临到外交跟全球消费能力的受挫 有很大的关系 不过他也提到了这个 中国大陆现在的经济循环 是不是一定说走回所谓的计划 计划经济的年代 有可能还要再观察一段时间 尤其月底的五中全会 中共中央要提出第14个 五年的经济规文计划 那习近平的这段谈话 会不会反映到五年 未来五年经济规划 也是一个值得观察的焦点 不过习近平除了这个南巡 看了很多企业对这个企业的发展 科研的发展 表达了他的看法之外 他可能要接见香港的特首林郑月娥 尤其在港版实施国安法 三个月之后 这是第一次习近平南巡 也顺便要了解一下 整个香港的情势 那这次随同他的 除了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之外 还有副总理刘鹤之外 最主要有政协副主席董建华 还有梁振英 都是前香港的这个特首 还有加上这个港澳办的主任 夏宝龙 所以显来这一次习近平南巡 这个地方可能是最主要 就是说要来看察一下香港的事情 这是我们提到这个全球 这个围堵中共大展弯 那当然我们也讨论到了 这个中国大陆 最近对加拿大两位公民 他忧心起来 不过他允许加拿大驻华的大使 去探视这两位加拿大公民 这两位加拿大公民是 2018年12月 加拿大扣押了这个 华为的财务长孟晚舟之后 中国的一个反制动作 那中共一直不愿意让加拿大的外交官去探视 但是最近开放了 那最近开放了之后 去看了之后 尤其里面的一位加拿大公民 是前外交官康明凯 另外也就是NBA 去年中共进播了NBA联赛之后 在第五场 今年第五场刚刚落幕的这个NBA 这个最后总约赛 之前大陆复播了NBA竞赛 那这两个事情 还有中共外交部 最近对美国的外交政策的批评 比较稍微合反一点 也就是战狼外交思维点收敛 不过陈国祥也分析到 中共这样的一个做法 尤其包括这个 让准许这个外交 加拿大外交官去探视加拿大的公民 还有复播美国NBA的这个转播 还有加上这个战狼外交的 这个比较收敛式的谈话 应该是一个短期战 美国总统大前之前的一个 技术性的调整 对美中现在的结构性的矛盾冲突 应该不至于改变 那也不会改变 也不会因为11月3号 美国总统大选结果之后 进行所谓大规模的一些政策调整 这是我们第一个调整 那第二个提到的这个中国国家 副主席王岐山 到底未来官图如何 以及王沪宁在习近平心中的角色 地位 他是不是未来会有碰上一层楼的机会 那中南海的政坛 关海浮沉 这是鬼移莫测 神秘诡诀 那王岐山因为手下跟他比较有政治结盟关系 或是经济结盟关系的这个任志强 俗称任道炮 被中因为贪腐的问题 被北京法院判处18年的重刑 加上另外一个也跟王岐山有合作关系的董宏 这样的一个 曾经是中共中央巡视组的这个 副部级的巡视员的落马 那两人都是因为跟王岐山很大的关系 所以外媒解读成是王岐山是不是失事了 是不是习近平已经 这个本来是习近平的盟友 现在已经不是了 不过 陈国强的分析认为 这是外媒的一个揣测 在习近平和王岐山之间 制造的冲突矛盾 他认为任志强 因为毕竟是贪腐 谈不上政治上的结盟 只是他比较感言 所以他因为贪腐而受到 最主要是反对 批评习近平 中共中央最高阶层 所以在招致18年的重判 至于董宏 他还曾经当过习近平的 还占过博弈波的这个秘书 所以基本上也不至于 有因为是政治上的因素 所以必须连结跟王岐山在一起 不过自己谈到王富宁 王富宁从江泽民 胡锦涛到习近平 他是中共三代领导人的 主要的核心幕僚 跟智囊跟文胆 那可以显现这个王富宁 在这个中国领导人当中的 这种角色 有关于理论大师的破坏 包括这个江泽民的三个代表 胡锦涛的这个科学发展观 以及这个习近平的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这个王富宁都参与其中 而且负担了很重要的角色 外媒有解读到 王岐山跟习近平的关系 是不是在生变之后 王富宁与他跟习近平的关系 以及深受习近平的依赖 有没有可能在未来 恢复这个党的主席之后呢 担任在二十大之后 担任副主席 当然也有可能 是不是在王岐山 在未来二十大之后 卸下国家副主席这个身份 由王富宁来顶替 这都是可以观察的焦点 不过从外媒的这个解读 可以看得出来 王富宁现在跟习近平的关系 以及深受习近平的这个倚重呢 已经比起其他政议局的常委 都更重要一些 那王富宁从一个 上海复旦大学的教授 这二十几年来 深受中共中央领导的这个信赖 也代表王富宁在整个 破坏过去二十几年 中共的理论跟路线 当中的一个重要角色 第三个我们提到了 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高调南巡 今天在广州 潮州 继续他的这个行程 明天要参加深圳特区 经济特区 成立四十周年的这个 纪念仪式 当然这个香港人 林郑月娥也率的 港府的几位 高阶的幕僚 跟主管呢 跟局长呢 出席的这一档会议 那习近平这样的高调的 这个访问广东 尤其到深圳 代表了就外媒 不少专家 认为习近平的地位 更加巩固 当然也向中国大陆 传递一个讯息 改革开放路线 会持续不断的下去 那陈国祥也分析到了 这个深圳 从四十年前的一个小渔港 被发展成这样 中共的经济大橱窗 也成为粤港澳的一个龙头 甚至它的地位 慢慢的已经超越香港 甚至有可能 也慢慢的超越上海 那这样的一个地位 徐近平的南巡 尤其在广州的时候 这样的一个亲自的调研 跟接见这个林郑 一方面对未来的 整个大陆的经济发展 从深圳这个一个经济橱窗 一个科研中心 一个基地 来告诉全中国大陆的企业 以及宣告中国的经济 要迈入另外一个五年的 一个活化 那顺势也能够了解一下 香港最近这三个月来的发展 以及在港版 实施港版国安法之后 林郑的做法 以及未来可能的一些 碰到的一些难题 那习近平明天的谈话 有关于对中国大陆经济发展 还有目前碰到的 这个百年的变局 怎么样脱困 以及香港未来的定位 我相信都是可以 外界可以来解读的 以及观察的一个指标 那另外我们第四个议题 提到的共谍军演跟军售 到底美台建交 以及两岸的对话 是不是无话可谈 那这个题 这个影子一开始就是 台湾在中华民国 双十国庆刚落幕 蔡英文总统发表了 双十国庆演说 她提到了有决心 来维持两岸关系的稳定 也希望这个 在对等尊严的情况之下 愿意来共同促成这个两岸 有意义的对话 不过她这样的谈话呢 马上被中共打脸 中共抛出所谓的台谍共谍案 以及这个在古雷半岛 福建的古雷半岛 实施所谓实战涉协军事演习 那陈贵强先提到了 表示这个中共认为 蔡英文的谈话毫无心意 还是谋独的思想 而且认为她并 虽然语调有放缓 有递出橄榄枝 但是对中共而言 中共等于是用军演 以及用这个共谍案来回应 显然对蔡英文的谈话 等于是置之不理 而且是把她踩在脚上 踩在地上踩 那当然美国也同一时间 路透社宣布对台湾 三项军构 已经由国务院 智慧国会 另外还有几项 也在进行所谓的文书 文书的这个process当中 那这样的军演 美国的军售 还有两岸的军演 以及这个共谍案的交错影响 美中台之间的三边 永远都是在呈现的互动规模 那台湾以及两岸关系 以及台海局势 也并不是台湾 或者中国大陆 单方面可以决定 美国永远是关键的一个因素 所以陈国强也提到了 这个在目前看得出来 从台湾的外交部长 吴钊燮 以及到蔡英文 这次国庆的这个演讲 显然对前一阵子 这个炒的风火了 所谓的美台建交 美台升温 美台建交 也踩了一个刹车 那至于两岸的对话 他认为在目前民进党 台湾的民进党政府 不承认所谓的 一个中国原则之下 两岸是根本不可能 有附谈的机会 中国大陆也不会跟你谈 那至于是不是 在美国 对台湾的这个支持之下 互动 升温之下 会影响到两岸关系 会促使 中共发动 所谓武力犯台 陈国强是保留了一定的 保留态度 他认为美中台之间 维持着一个巧妙关系 那这个中共应该不至于 在这个时候对台湾 这个出动 所谓的武力犯台 一来 他可能 也会考量到美国的态度 而且 这样子 这个时候 在台海之间爆发武力冲突 中共也不见得是完全得力 这是我们提到的 这个共谍 军演还有军售 美台建交跟两岸对话 是不是无话可谈 那最后我们提到了 美国中央大选 美国中央大选 11月3号投票 川普感染这个新冠病毒之后呢 已经出越 已经出越 也走出白宫 那他昨天安排佛罗里达 今天到宾州 明天到埃尔华州 再来是到北卡 几个都是这次选情的 这个关键州摇摆州 那他川普急着造势 到底选情是不是可以反转 那成功想分析到 目前整个民调的支持度 对川普是不利的 尤其在这个摇摆州的选情 双方呈现胶着 而且有时候川普 还在距离落后 那不过他也提到了 这个美国中央大选 是采取非常特殊的选举人制 所以普选制的票 每个人投的票 不见得根本没有办法 影响美国中央大选 最主要那么大的一个美国 最后还是那八州 八个州或十个州 具有关键跟摇摆州的州 来决定美国中央大选 然后这个每个州里面 又是到10%的中间选民 来决定这个州的选票 到底是给蓝的民主党 还是给红的这个共和党 所以他认为 这样一个选举制度之下 现在目前的民调 我们不可以完全说 他不可以相信 也不能说他完全能够相信 那最主要是选举人票 到底开出来结果怎么样 是不是跟上一次的 这个希拉蕊 跟川普的竞争 还有在上一次2000年 小布希跟高尔之间 也都是因为普选票数的 这个落后 但是在选举人票之后来获胜 所以美国历史上 有这样的很多例子 所以导致这次的选情 特别的激烈 加上这个川普 现在74岁 拜登77岁 都是美国有史以来 不管谁当选 都是历史上 谁年纪最大的 这个美国总统 那这样也是经过 一个民主程序 产生出来了 这是我们今天 讨论的这个五个议题 谢谢观众的收看 我们今天大新闻呢 就到此告一段落 我们明天再见 谢谢观众的观众 谢谢观众的观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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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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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